水里乡公所和水利署第四河川局 共同举办107年度静体活动 即爱护河川宣导 观光客长徐玉玲表示 参与的环保志工积极又热情 让水里西及周边的环境越来越干净 水里乡公所以及第四河川局 所共同举办的一个静体活动 那就在我们水里设置提访这个地方 那看到了我们好多的志工 今天都主动动员的来参与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们水里的环境越来越美丽 那借着大家的动员 把我们所有的脏乱给清除 那借着大家的动员 让我们水里更越来越有感 那我们看到了 我们水里真的是越来越漂亮 不仅是好山好水好人情 好美丽也好整洁 水里乡好山好水好美丽 长期担任防训志工的前大队长 南光村长赖建中表示 环境是大家的 爱护环境不仅是志工的事 更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进体活动我爱护环境的先导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因为这个环境 这个是大家的 需要大家一起来 这个漏水卡 可以说这些环境也好 这个安全也好 都非常主动 我们住在这个水里乡 可以说好山好水一个地方 也等于说漏水卡的源头 我们的环境也非常优秘 希望这个工作 不但说来 透过这些环境 大家来帮忙 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所有的民众 都可以来共同 来做这个环境的工作 亏违已久的水里玩水嘉年华 即将在今年的暑假 重新隆重来盛大开幕 因为经过环境卫生 都是大家应当必备观光 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所以我们水里公司号召的 我们所有的环保的志工 大家全力总动员 来做了我们水里开花 静攀的工作 我相信这是迎宾最佳的一个礼物 也希望今年玩水嘉年华 我们所有的亲戚好朋友 等于大家来水里开 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漂亮的地方 来生水来切头 水里玩水节即将到来 公所办理晋体活动迎宾 县员陈昭玉 欢迎大家来 好山好水 好美丽的水里游玩 喜加带志愿参加 玩水嘉年华活动 记者廖昆队水里采访报道 好